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作孔明则妇 正得阿成丑女 《襄阳奇旧记》记载 汉末 朱蔡最盛 蔡逢子 是太尉张温 长女为皇城燕妻 小女为刘景生后妇 冒之子也 除此之外 查无其他记载 然而 在1977年赵帝先生购得的《汉皇城燕碑》的拓文里 我们发现了新的线索 突然有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 《皇城燕碑》是研究皇城燕最为可靠的实证实料 这块《汉故皇军之碑》上面的文字如下 先生 惠成燕闽南白水人也 七仙乃帝之苗 当其 时若先生者 感天知智刚剑 知秉性 纯诚德音 杨益乎 朝以天资刚剑 伪记载 既于史册 有果异之志 无畏喜之心 乃若上交不产 不交 不独 富贵不淫 贫贱不宜 威武不屈 也堂使不弱 而轻武者 纯礼慈慕天 又其替堂不群见 非碌碌雍中者 所可同日语而其堂 于四年 甲银朔葬于城西四十里 当其时是有 感德秉性 不群乃人称 相亦 乃坐子曰 矮矮前辙 欲好光明 狭耳共 刻勤刻茧 既合且平 兼若借实 目如清风人往风 微堪时乐明 好了 黄承燕到底是谁可以推导出来了 先确定一下黄承燕的年龄 黄承燕和刘表同年生于一四二年 这点很明确 根据黄承燕碑文中的四年甲银朔葬 笔者还得费心推算出来黄承燕去世的时间 年号代四的年份 汉墨有建安四年 建安十四年 建安二十四年 公元二二零年以后 魏 蜀 蜀 三国相继建立 且公元二二零年以后 襄阳为曹魏占据 襄阳是用年号 按理应为曹魏年号 代四的有黄出四年 太和四年 建安十二年 诸葛亮才书山 如果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 刘备三顾茅庐时还遇见黄承燕 所以建安四年直接排除 由于建安二十四年 关羽 麦城 拜王 襄阳已归曹魏占领 所以 凡在公元二一九年后 襄阳的墓碑一般来说不可能写建安年号了 再看月份 根据成员 二十四史朔瑞表 查英立朔为甲银的月份 上述几个代四年号的时间里 只有建安十四年 正月是英立朔为甲银的月份 以此断定黄承燕为建安十四年 正月葬而立碑 考虑东汉年间 有身份的士族办丧事 一般要停零三至六个月 其足年则可能在建安十三年秋冬之际 再考据一下 黄承燕的故里 襄阳记说 黄承燕是闽南明氏 闽南即汉水以南 黄承燕碑的开头里说 先生 惠承燕 闽南白水人也在闽南之后 加了一个具体的地名 白水 赵文考证白水方位 引用了水晶柱卷二八 水出安昌县 东北大府山 西南流为之白水 又南静安昌故城东 屈静其县南 县故菜阳之白水香也 再来看一下黄承燕的家谱和地位 东汉诗家 婚配及其讲究门帝 三国志记载 汉末 朱蔡最盛 蔡逢子是太尉张温 长女为黄承燕之妻 小女为刘景生后妇 茂之子也 黄承燕能和蔡氏结亲 显然是黄姓大族世家人士 考证蔡阳白水的黄姓大族 只有江夏安禄黄氏 东汉时江夏黄氏为著名的世人家族 即名成黄襄一族 好了 概括一下 黄承燕生于142年 死于208年 住在汉水南岸 是黄襄的后代江夏安禄黄氏的族人 与刘表是连京 也是蔡茂的姐夫 为荆州氏族的代表人物 再来看黄祖 就可以发现黄承燕和黄祖 两人之间的巧合太多了 按照江表传的记载 刘表任荆州墓的时候 极力重用地方豪族势力 并与当地的世家蔡族黄氏结为殷亲 以江夏安禄黄氏族人黄祖 为江夏太少 这就巧了 黄承燕也是安禄黄氏后人 并且在荆州当过两千十的地方官 而江夏太少正好是两千十的地方官 另外黄承燕和刘表是连金 而黄祖跟刘表也是姻亲 而汉末朱菜最盛的菜房 只有两个女儿 你说巧不巧 三国中黄承燕是有字无名 而黄祖是有名无姓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 燕的意思是古代有才有德的人 承燕的意思就是 既成古之先贤 既祖或者伐祖 既祖的意思 而祖这个字 在国语礼记里 就是当动词用 而且正好是用来说 古之圣德之人的 古人起名 取字必须是意义关联的 所以黄祖自出燕 非常贴见 这也算巧了吗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识人对黄祖的评价 甘宁说他 戴于耕农 君无法武 孙策骂黄祖 祖素狡猾 魏表夫心 出座爪牙 表之痴张 以祖气息 能和当时的文人领袖刘表 成气息之音 高爽开烈 恰巧的是 恰巧的是 襄阳奇旧记说 黄承燕者 高爽开烈 为闽南明氏 竟和黄祖用了一个 高爽开烈的评语 后面还有 巧到无法用巧来解释的 黄承燕生于142年 死于2008年 足年66岁 黄祖哪年生 史书上查不到 但是说是和刘表年相若 而刘表恰恰就是和黄承燕同年 三国志无书甘宁传 记载了 黄祖父将 甘宁背叛时 对黄祖的表述 祖今年老 昏貌已慎 踩骨并伐 左右欺弄 勿于获利 倾求力士 力士心愿 周传占据 顿肺不休 带于耕农 均无法物 既然说黄祖年老 昏蝶已慎 总也差不多像是说六十来岁的人吧 无巧不巧 黄祖死于建安十三年 孙权 浅 军 西伐 江夏之一 和黄承燕 足年一样 黄承燕和黄祖 同一年生 同一年死 有同样的祖先和家族 居住在同一个地方 还有同样的连姬 姻亲 当同级别的地方观 甚至还是同样的脾气 同样的社会评价 这两个人 一个有字无名 一个有名无字 名和字 还意义对得那么合适贴切 除了是同一个人 还能有别的解释吗